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我们的身边常常有这样的老人 退休了,不愁吃,不愁穿 有儿女馆 有房子的老人 有房子住 但是,每天都在抱怨 说一些丧气的话 葛老远都能感触到 她的不幸福的生活 人际关系学大师卡奈基说过 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 只有15%是由于她的专业技术 另外85%要依赖人际关系 不然是技巧 年轻人需要事业 老年人离开了职场 就无需谈事业了 这是很多老年人的观念 其实,事业不仅仅是职业 还是一个人奋斗的目标 聪明的老人把追求幸福当成是终身事业 因此他会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让自己在美好的环境中慢慢地变老 摆脱人际交往的内耗 看过这样的一句狠话 如果父母不管教孩子 等孩子长大后 社会会管教他 一些被溺爱的孩子 他们十多二十岁了 还不知道如何生存 也很没有教育 孩子犯错了 父母总是在袒护 并且丢出一句 他还是孩子 不懂事 父母老了 没有能力袒护孩子了 孩子不得不走进社会 此刻茫茫然 不知所以 这样的孩子 一切都要 重新来过 就像温室里的幼苗一样 非得拖一层皮 才能够活下来 在警示通言里 有一个叫季安的男人 生于宋朝时 在离安府开了一家卖酒的店铺 只生了一个女儿 为了继承家业 家里招了上门女婿 女儿和女婿想要搬出去住 季安不同意 俗话说 人与人走得太近 就是一场灾祸 季安天天和女婿在一起 难免会有矛盾 时间长了 季安觉得女婿不孝顺 靠不住 就把女婿赶走了 女儿改嫁后 不懂人心险恶 也不能主动适应社会 遭遇了退婚的尴尬 我一同事 前年刚结婚的时候 公公婆婆搬过来 和小两口一起住 刚开始 同事还在办公室说 婆婆如何勤快 做饭如何好吃 和公婆 相处得很融洽 过了几个月 同事开始抱怨 说和公婆一起生活 都不方便 骨折饮食习惯 生活方式都差得太多 同事说 婆婆上了年纪 晚上睡不着 经常打开手机听戏 她耳朵不好时 声音有开得很大 听着听着睡着了 直到手机没电关机 再算完 公公吐痰 当成农村家里 有时吐在地板上 被我撞见 赶快拿纸去擦擦 又过了一段时间 同事哭着打来电话 她说 如果两个老人 再不回老家 那我就让他们 和老张公 我回娘家 你看 在长时间的相处下 公公婆婆曾经的 好的印象 荡然无存 甚至威胁到 夫妻俩的感情 如果老人身体状况 还不错 也有自己的小物 就尽量不要和孩子 住在一起 古神巴菲特 说过这样的一个观点 最值钱的是 自己的头脑和身体 因为他要用一辈子 父母再好 也不能代替儿女去奋斗 不能照顾儿女一辈子 当你走进老年的时候 把儿女推向社会 让他们去闯荡 虽然会栽跟头 但是很快会站起来 多少能够 得到父母的支持 如果你很老的时候 才不得不逼着儿女 去闯荡 不管儿女 有没有闯出名堂 也享受不到福气了 并且儿女失败的 可能性很大 放手儿女 一早不一时 只有牵挂儿女 才是一辈子的事情 二 老人和社会的关系 主动融入社会 才能够享受 社会的福利 卡奈基说 要使别人喜欢你 首先你得改变 对人的态度 把精神放得轻松一点 表情自然 笑容可拒 这样 别人就会对你 产生邪爱的感觉了 中国是一个 敬老孝老的国度 敬孝在一定程度上 带有关照 保护之意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 甚至是有些弱势的群体 这跟提倡爱幼 也是一样的道理 幼儿也是弱势群体 他们无法像年轻人一样 通过公平的竞争 来获得生活所需 因此需要额外加以保护 但是作为老人 如果你喜欢 以老卖老 在任何时候 都等着别人来伺候 那么你就会特别的失望 因为大家都很忙 多互有关注自己的小家庭 根本不会在乎 如果你总是对人 吹胡子瞪眼 就不要指望看到一张笑脸 即便是有人冲你笑 也会觉得尴尬 下一次就不会再笑了 格言连秘里说 古今来 许多世家无非积德 能够改变居住环境的 不仅仅是梦母三千 这一个办法 还可以携手工进 按照现实条件 不是你想要住哪里 去哪里买房 就能够做到 当人变老之后 居住的地方 多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作家三毛 在撒哈拉沙漠 居住的时候 周边的环境很差 女人也不爱干净 不讲卫生 她和丈夫和西一起动手 清理 杂草杂物 三毛教女人们 如何做手工 整理房间的 很快 环境就都变样了 一个人不可以改变 全世界 但是可以改变 一个小区 一个单元楼 老人闲来无事 动动手 清理垃圾 主动联系楼上 楼下的居居 互相了解 气氛就变好了 古今社会 坚持善良 那么你也会得到 身边人的帮助 与其抱怨不如微笑 与其怨恨社会 不如接纳社会 时代真的很好 社会很正常 不好的是自己的心 还有那一双 完整的影子 三 金钱和生活的关系 用好手里的钱 换取最温馨的生活 钱是选择生活的底细 幸福生活的保障 良好的财务状况 是幸福生活的必备能力 金钱 不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但是缺钱 能使你的幸福 蒙上一层阴影 有了金钱 你能够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能够尝试更多的方式 你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对应的是什么样的财务支持 对金钱的理解 会影响你 对自己的看法 有这样一句话 子女想要你的钱 把钱留给子女 不如健康投资 这句话 多半会出现 有些伤人的嘴里 有道是无力不起早 无奸 不伤人 老人一方面很哭门 一方面舍得投资健康 比方说 上街买菜的时候 可以花半小时 与人套价还价 但是去买保健品的时候 出手很大方 花钱 不能直接等通于 幸福快乐 健康 老人们 千万不要把观点给高翻了 宋代养生专家 普钱罐 在养生药录里写道 每日平行 毕身青木鸣 经节血脉调畅 饮食一消 无所用之 人要顺其自然变老 而不是强迫自己去做什么 或者盲目跟风 合理的运动 好的心态 每天舒转筋骨 调整 膳食 就是最好的养老 梁树里自杀 南朝 梁朝的大臣 徐敏 他的家中没有积蓄 奉我 都给了缺衣少食的父老乡亲 还有亲戚朋友 有人感到费解 觉得徐敏太不顾家了 徐敏说 给后备最好的财富是能力 如果后备能力不足 再多的钱财终究是别人的 福气不是一个人独享 也不是一个家庭独有的 而是社会共有的 一家人融入社会 承担社会的责任 又能够把好家风传递下去 每一代人都有福气 愿你我生在福地 多做福士 胸怀福气 福人福气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福山频道 别忘记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膏 别忘记 ON